同樣演員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草 下一首 草 這書法是一個高雄地球公民協會的執行秘書長 秘書長叫做李根正 李根正他的書法 我覺得很有氣質 李根正 他是金門人 他現在帶在高雄 永鳳,你要先講嗎? 還是要先唱完再來說? 唱完再來說 好,那我們這個草 好,我們先唱好了 因為話太多了 來放棄 阿八 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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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玫米祖堯 出三天 咱咕入夢 五百 這一百 四千項 彷彿千米 千秋千 三彼身 抵到十草春出品 祝福無難以阿威 天生來夢 會當你采朗阿威 求必頌 求必頌 千億金戸淡阿蘇 丁伯善奪 Yes, I am Oh 欲藏濃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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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烈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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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 心痛 作重體了無悟度 阿美咪祖雅園 衝上天聖 百度老百合 五百一百四千驚 夢無敵 夢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些農業的朋友都希望盡可能把草留下來 可是父母絕對不會把草留下來 因為從農民的眼光來看 草就是農民的敵人 不共太天的敵人 所以我就回想到我們小時候 其實也是這種態度 這種態度我覺得 其實不是農民天生就恨草 它其實是有一個歷史過程 就是說是我覺得是從 我們談所謂的農業現代化之後 開始強調那個產量 所以每一份田要割 比如說八百斤 一千斤 一千兩百斤 所以草材在過程中變成是敵人 所以其實是想回溯那個過程 來解釋說 為什麼草跟農民會這麼樣的不共戴田 那背後其實有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們如果都關心台灣的農業 我覺得台灣農業如果 終極的一個關懷 如果沒有到生態這一關的話 我覺得農業 我覺得是不會有太大進步 但是我覺得現在這個東西已經慢慢出來了 所以我覺得我們還是要回到那個過程裡面 去理解農民為什麼會這麼樣的恨草 那因為孫祥跟我 我們小時候都是被草折磨長大了 Yeah 那你可能不知道那個草的量有多大 比如說你種有機田可能只有三十分 你還不會感覺到有那麼大的壓迫感 我們家種三甲 三甲 就是說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都種稻子的時候 真的是 第一塊地草除完的時候 不要說除到最後一塊 中間的地方 前面那塊點草又生出來了 所以說整個那個稻田 大概三個月時間 沒有一天不再對抗草 所以我非常理解那種草的那種 根深蒂固的恨意 所以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覺得除了態度之外 其實還需要很多那種科學的面對 來面對這個草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草是 我們面對農業 我覺得是 對我來講 是最高級的階段 所以高級階段 就是在那個階段 我們在農村農業裡面 真的是可以跟草和平相處 整個農業的那個生態化 我覺得才可以 才有辦法打得到 這個大概是這個 對我來說 好多次可以 對我來說 是這個 非常有很多 所以我來講 但是我們在這幾個 發生的地方 我們在這幾個 也能夠看 你很忙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